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空人存有绝兆之志 其下之甚至像明言中弥薄弱 这是错误 世尊说这段经文也是防止后来的佛弟子 听了佛这段开始之后没有能够了解真正的意思 把佛的意思错毁了 这个错毁是有的 不什么有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朋友当中常常谈话 都引起对方的误会 他听了之后把意思听错了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把意思说错了 佛讲话大家听的时候也常常出这个毛病啊 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很重要 可以说许许多多人呢 誤解如来真实意 去解如来真实意 那就很糟了 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 不但他得不到还要造罪业 报佛 报法 报神 这个就是错诫佛的意思 如果存着有觉照之志 就是前面讲的 哎 我有觉 我觉得我觉悟了 啊 我觉得我明了了 这个都错了 错得更大的 薄弱在哪里 薄弱在金刚经里头啊 在大薄弱经里头呢更糟糕了 更糟糕了 经里头没有啊 言说文字里面都没有 薄弱在什么地方呢 薄弱是你自己真心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 那就没错了 哪里在外头啊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